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时用餐时刻依然冷清 面坛里只有几位当地的老人家在喝酒聊天 规模不小的喉动火车站 石树轨的铁道说明着喉动当年的地位 现今虽然是宜兰县和平溪县的火车都停靠 但因矿业没落 谋生不易 人口严重外移 火车来了 下来几个旅客 火车走了 一切又恢复平静 车站周边的民宅大都保留着原始的面貌 通过铁轨上方的人行天桥来到山边的社区 只见几间古老的食屋和荒废的菜园 中午时分不见人影 只有小猫和我 大树下十分清凉 位居高处 视野开阔 看着这沉睡中的美丽山谷 往日的风华和日在线 站前是当年为喉动带来繁荣的大厂房 木造的大建物十分的壮观 这个区块是这里的精华地段 广场上保留有运煤小火车的轨道 和许多当年开挖煤矿留下的痕迹 沿着岸边的道路往河流上游走 特殊的地址经过河水长时间的切割 河床里有着特殊的地貌景观 在附近游走一圈 深深地体会到山城安静的氛围 回到站前吃碗清凉的冰 暑气全消 满身清凉 面谈丽老人家的笑谈声 依旧是主要的背景声响 当繁华落尽风华不在 唯有老友依旧在 把酒言欢笑谈中 期待着美丽的明天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